Hello,大家好,我们是Lab Girls 前面呢,我们两个人就分别聊了一下 我们申过的两个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基金 红宝学者和香港资助会局的奖学金 那个是两个单独的例子 其实呢,我们不仅申请过两个奖学金 我个人申请了红宝玛丽局 还有一个德国那边学校层面的博士后奖学金 然后我申请了澳门的好奖学者 和香港的这个港府奖学金 对于我们来说 其实他们在资料的准备方面 是有很多共同点的 我们今天呢,就给大家亲情推荐了 博士申请最重要的四件套 对,就是如果你现在还没有决定 你假如申请哪一个博士后奖学金 或者是你可能将来会走这一步 不妨你就从这四件套开始准备 之后你可以再根据你申请的单独的奖学金 对这四件套进行微调 他们分别是 第一个CV就是你的个人简历 第二个是一个一份research proposal 就是项目计划申请 其实就是你对你未来两到三年想要进行的研究 进行一个初步的预测和规划 如果你们想知道更多关于proposal怎么写的话 我们也会在后面的内容 或去分享我们的经验 但是前提我们要点赞过万 点赞过万 第三个是一份personal statement 就是个人陈述 如果说research proposal是对未来研究方面的规划 那personal statement是对自己的一个了解 就是你的背景和你与这个学课的适配性 就是你自己要给自己一个非常全面的介绍 你跟科研之间的连接和你对未来的一个规划 然后第四个点key publications代表作 对就是要简单 除了那种就是你所有的publication之外 你还要准备一份对于你的关键性的几篇文章 一个比较简短的描述 可能三到五篇就好了 我们把这些奖学经进行了一个简单的划分 它的着重点和考察点都是不一样的 你比方说好奖学者 它相对来说是比较简单粗暴的 好奖学者其实更加关注文章 就是他会根据你 就是你的文章进行对你进行一个大分 比方说你有多少篇文章你就有多少分 你有多少篇一座你就有多少分的加权 其实这个游戏规则是比较简单的明了的 那比方说是像我觉得日本的 振兴会学术奖学金和红包奖学金 他们两个是非常类似的 他们的这种类似方式就是 你基本上是要提交一份比较简短的声明 就是包括了刚刚的四件套 然后关注你个人 关注你个人的一个潜力 并没有对你其他的一些环境 环境平台进行一个考察 然后像香港的港府奖学金和买力局里 他们其实除了对你个人的学术潜力 和你的paper以外 他更关注你的科研实力的发展 你和这个环境它的互动 你的平台你的host 你的个人资质和你对社会的影响 对对学科整体的影响 以及你能不能对这个 我觉得更考察leader和你的future 还押韵 双压双压 对 就是他更考察你个人的领导力和你将来的潜力 对 我们在申请这两个基金的时候 都对自己进行了深度的自我剖析 然后你要做大量的准备 把你的每一个点都发挥到极致 把每一个点都跟科研关注 而且他这些都是和你的proposal是同等计分的 像玛丽距离它会对你每一个区块都打分 然后做一个平均分 而且他们是同等重要 对 主张轻便 我们说的有点远了 但是还是 但是对于对博士后基金来说 这些各个基金需要准备的主体内容 其实就是这些 你的cv 一个proposal personal statement 就是对自己的了解和认知 以及拓展 以及一个key publication 我们其实已经讲了一些基金 我们接下来会讲更多的基金 我们也会分点分细致的去挖掘 自我剖析和帮助大家去剖析 怎么把自己除了科研以外的那些点去发掘出来 然后我们其实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 对对对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内容 或者喜欢我们本人的话 还请你关注订阅转发评论点赞 大猛多多支持我们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 拜拜